結束辯論會的激烈交鋒 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三人在會後記者會上 對各自的表現 韓國瑜認為宋楚瑜沉穩 但繼續批評蔡英文向讀稿基 你有沒有認真去準備 你有沒有實實在在的回答問題 台灣要有一個好的領導 能夠有什麼樣的一個大格局的領導人 我在這次表現當中 我就是要讓 不管是對岸也好 全世界也好 台灣的領導人 有這樣的一個格局 韓國瑜批評民進黨強推反滲透 是在人民脖子上綁炸彈 因為擔心立委選戰不過半 意圖用亡國感來恐嚇選民 蔡英文則反擊韓國瑜批評提問媒體 不尊重第四權 每一個都有可能隨時被起訴 2300萬老百姓反正都法律通過 每一個人脖子上都綁了一顆炸彈 誰能引爆 引爆就在民進黨手上 但是不論是怎麼樣 我們都有一個重要的原則要遵守 也就是我們要尊重第四權 那今天的他的態度 我覺得是過度了 對於台灣的民主並不好 從第一場見證會 蘭英就拿派系做文章 蔡英文再批兩無心意 但不同於蔡韓護槓 宋楚瑜反而羨慕韓國瑜 一再遭網群攻擊 因為他自己連被黑的版面都沒有 從個人的角度上 我剛剛講 這個 如果 我有同樣被黑的版面那麼大的話 那最次人家都聽得到我的聲音 宋楚瑜提出兩年內加入或重返國際組織 但被蔡英文質疑將成為中國的把柄 宋楚瑜回應會努力穩定兩岸關係 絕不會犧牲台灣的民主發展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 好 好